上一节课我们讲到彼得被圣灵带领 为罗马的百夫长戈尼流的全家施洗 福音的大门终于正式向外邦人敞开 虽然在前面的几章 斐利向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传福音 在第六章里 他们选举七个管理范食的执事的时候 也有一个是进入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 他也是一个外邦人 但是这些外邦人他有一个特征 就是他们都是先渴慕以色列的神 他们是先进入了犹太教 然后再从使徒那里领受了福音 就连那个太监也是上圣殿去朝圣回来的路上信的主 所以彼得为哥尼流施洗 这个在犹太基督徒里面是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他们居然都不需要先了解犹太教的律法 就可以施洗了吗 这个简直太不敢让人相信了 对吧 于是呢 紧接着上一章的内容 圣灵让我们看到他是如何兼顾这个教义的 我们也从这个事件当中来学习神的护理 消息传得很快 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和犹太的众弟兄 都听说了外邦人领受神的道 等彼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那些奉歌里的门徒就和他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奉歌里的门徒就是指那些犹太基督徒 他们指责彼得的话很有意思 他们说你进入未受歌里之人的家 和他们一同吃饭 圣灵真的是太了解人性了 所以特地把它记录下来 他们并没有指责彼得向外邦人传福音 而是指责彼得没有洁生字号 居然和外邦人一同吃饭 我们的主耶稣也曾经受过这样的指责 说他和税吏一起吃饭 对不对 而和彼得争辩的这些人 他们也是主的门徒 他们虽然信了主 但是我们看到他们思想层面的观念 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耶稣虽然宣布过大使命 你们要从耶路撒冷 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我相信犹太基督徒 他们是会照着大使命去做的 只是这个大使命怎么解释 就由着他们自己了 他们说我们是去那些地方 是从耶路撒冷出发到 犹大全地上 玛利亚直到地级 但是我们到那里只向犹太会堂传福音 通过犹太会堂为基地 把人拉进群 然后要先遵守犹太的律法 再相信主耶稣 这个是人自己能够想到的 并且也愿意这样去执行的方法 毕竟这样做比较安全 在神学上不太容易受争议 基于这个原则 他们指责彼得 就是你没有遵守犹太人捷径的条例 因为和外邦人一起吃饭 就很容易被不捷径的事物所影响 一个近钱的犹太人 是不近外邦人的家的 这个不是简单的文化差异 这个是关于律法的执行 律法在犹太人眼中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是他们的民族精神内核 为了坚持他们的律法 保持他们的捷径 他们都和罗马打过几次战争了 他们的代价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安提阿古四世 把那个猪血撒在圣殿 于是呢 于是马加底革命就开始了 对吧 他们为了坚持捷径 为了保持他们能够捷径的权力 他们是愿意舍命的 结果 结果你彼得居然带头和外邦人混在一起了 这个不能忍啊 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两件事情 第一个呢 是观念系统要改变 是很难的 任何一个民族 它都是这样的 犹太人有犹太人的问题 他们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律法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问题 中国人的难题是什么 中国人难题是祖先崇拜 那个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时候 基督徒一边拜基督 一边拜祖先 后来罗马天主教不允许他们拜祖先 他们都胡拉拉的离开了教会 那康熙皇帝为了坚持祖先崇拜这个立国根基 他不惜禁教一百年 第二点呢 我们看到民族的观念系统 只能被圣灵打破 人自己是破不了的 人是意识不到自己的观念有问题的 因为人是观念的载体 这个就好比人的大脑 不能判断自己的大脑出问题了 接下去呢 彼得就把他所经历的事情 重新简略的复述了一遍 篇幅很长啊 用了整整十四节经文 基本上描述了第十章的内容 这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 在圣经里面 凡是重复记载的地方 它都有非常特殊的属灵意义 都是神让我们特别注意的 我们要知道古人 子是非常贵重的东西啊 所以他们必须在非常有限的篇幅里面 要放进最重要的资料 但是戈尼流信主这个事情 居然非常奢侈的被记录了两遍 福音书更多了 对吧 福音故事被记录了四次 以色列的亡国历史被记录了两次 列王纪和离带志 可见啊 戈尼流信主这个事件 它的重要程度 我们来看看圣灵记载的重点啊 首先他说自己是在祷告的时候 看到异象 说明这个是从天上而来的命令 这个从天上来的命令呢 是关于你们最在乎的捷径的问题 神居然要我吃不捷径的东西 我坚持住了 没有行动啊 但是呢 有很清晰的声音从天上说 神所捷径的 你不可当属 这些明明是不捷径的东西啊 但是神说他已经捷径了 那么问题来了 神什么时候捷径过这些动物啊 律法没有修改过啊 那捷径不捷径的条例 谁曾经修改过呢 我们仔细想一下 主耶稣 对吧 主耶稣曾经说过 入口的不能误会人 出口的才误会人 以色列人如果有罪 如果沾染了不捷径的东西 他是需要到圣殿里去用动物的血去洁净的 于是呢 洁净就要撒寂物的血 你把这两 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 能想到什么 想到十字架 对吧 所以答案是很明确的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他的血洁净了罪人 你们如果再坚持洁净不洁净 那就是拒绝基督的饱血遮盖了 这样呢 就把旧约律法中的指向性的意义指出来了 而且他说这个动作重复了三次 神也是很幽默的嘛 重要的事情一说三遍 彼得接着说是圣灵吩咐他去的 并且叮嘱他不要疑惑 括号里面还有另外一种翻译方式 就是不要分别等类 这就和旧约律法里面将食物分门别类 这个事情对应起来了 对吧 这个命令就是指着人说的 借着动物的分类 他的目的是要借着犹太人 启示救恩 借着捷径的律法来启示 将救恩传到外邦 律法的设立 他最终是要为人的福音服务的 为了这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圣灵为自己预备了七个见证人 彼得带了六位弟兄 都进了那个人的家 所以你们不要指责彼得一个人 我们七个人统统都去了 在犹太传统里七是代表完全 七个见证人代表是一个非常完全的见证 按照当时埃及的法律 要完全证明一个案件 它也必须要有七个证人 罗马的法律呢 他也要求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要加盖七个印章 所以我们启示录里就看到有七个印 对吧 所以彼得用七个见证人 来见证圣灵的工作 他不是为自己拿证人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彼得作为耶稣的大弟子 他在教会里面 真的是没有什么特权的 他做事情也要被质疑 说明初代教会的模式是非常健康的 并没有什么等级观念 接下去呢 彼得又重复了哥尼流那边的故事 重点是天使要他来请彼得 并且直接把目的说出来 彼得去的目的是什么 是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 这里有三个神学真理 第一个救恩出于上帝 光靠人自己做好人好事是不够的 没有信耶稣 你都不可能得救 第二呢 救恩是靠圣灵来实施的 圣灵拣选了谁 谁就能得救 彼得说了不算 第三呢 彼得的责任是什么 是他有话告诉你 彼得就是讲福音 他能讲的就是基督 根据这些话呢 我觉得哥尼流是全家得救的 那全家得救 就包括不包括婴儿呢 我们大家自己想嘛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彼得说我一开讲 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说明救恩是圣灵的拣选 并且呢 神给外邦人的恩典 和给犹太人是一样的 因为神的心意是要在基督里 得着一个圣约共同体 神没有两群子民啊 所以接下去彼得说 我就想起主的话说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这就是圣灵降临的意义啊 圣灵永远是主宰 圣灵不会被使徒控制 是圣灵带领使徒 那既然圣灵都把工作 做到这个份上了 他说我是谁能拦阻神呢 彼得他既不能要求 跟你留行割礼 也不能要求他们先做犹太人 再去做门徒 这个明显是不合适的 于是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 只归荣耀于神 说这样看来 神也赐恩给外邦人 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 由此可见 人的观念性的突破 都是从神而来的 圣灵不这么强势的去做工 外邦人信主的主力 就来自于犹太的基督徒 而且呢 圣灵还借着他们的口 说了另外一个神学真理 说外邦人信主是神的恩赐 因为是神叫他们悔改得生命 这句话我们要细分开来读 先是赐恩 就是救恩是恩典 不是行律法 不是自己的努力和修行 第二呢 悔改也是恩典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神叫他们悔改 外邦人也是借着神的恩典 能够悔改 并不是说外邦人主动要求悔改 哥尼流他可没有悔改 在天使向他显现之前 他觉得自己做得好得很 他周济穷人 敬畏神 祷告神 对吧 但是神借着圣灵告诉他 你做这些还不够啊 你这个方向完全是不对的 你需要在福音的面前谦卑下来 你要去听听彼得怎么说 然后呢 然后圣灵降临在他身上 告诉彼得 这是我拣选的 只有这样他才能得救 所以呢 这里很明确的信息就有三个 观念的突破来自神 救恩除之神 悔改也是除之神 一方面呢 圣灵记载了使徒彼得 因为给外邦人施洗而受到了质疑 借着这个事件 他确立了圣灵的作为和神的心意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圣灵的工作并不被人的观念所捆绑 因为紧接着圣灵就记载了 他已经在圣徒中开始动工 那些因为尸体反殉道 而四处逃离的门徒 他们的脚步就分散到 斐尼基 塞浦路斯和安提亚 前面已经记载了 他们将福音传进萨拉利亚 也传到了凯撒利亚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他们跑得更远了 他们到斐尼基了 斐尼基我们很熟悉的嘛 斐尼基文明是地中海最早的文明之一 它的地块应该包括 推罗西顿和多利买这些城镇 塞浦路斯呢 就是地中海的岛屿啊 圣经里面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居比路 这里是巴拿巴的家乡 它也是使徒保罗和巴拿巴 第一次宣教的第一站 这个海岛的地理位置 它是很重要的啊 在汽车发明之前 你如果要运输 要运输粮食 这些大宗商品 走陆路 你的运输量就非常有限 一般是走船运啊 因为船运的载重量会更大一些 而且省时间省力气 出没在地中海上的商船 它都要在这个岛上中途停留 要补充供给 所以这个岛呢 它就一直有犹太人移民过来 这个很正常啊 哪里有商机 哪里就有犹太人 到了新约时代 那岛上已经有很多的犹太会堂 安提亚呢 是一个出海口的城市 它是一个商贸中心 既然主要的货物运输方式是海运 那么靠海的城市 它就相对会发达一些 货物呢 都要运到这里来上船 所以这个城市规模是相当大的 是仅次于罗马和亚历山大的 是当时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 人口可能超过50万 而且不仅人口多 它的主意是多样的 有希腊人 罗马人 叙利亚人 斐尼基人 埃及人 阿拉伯人 印度人 还有几万犹太人 是典型的多元文化 全世界的偶像都集中在这里 这个城市的创始人 是塞留古帝国的塞留古一世 这个塞留古帝国 我们在讲两约之间的历史的时候 曾经讲过 塞留古一世的父亲 他的名字就叫做安提亚 所以这个大孝子呢 他就一口气 建了16所城市 都叫安提亚 真的是大孝子啊 那这边提到的这个安提亚 这个城市呢 是当时罗马帝国 叙利亚行省的首府 也是叙利亚兵团的总部 所以呢 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叙利亚的安提亚 用来和其他安提亚进行区别 就是在这样一个繁华的大都市啊 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 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 到了安提亚 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 他们这么做 并没有经过耶路撒冷使徒团的同意 圣灵就已经开始做工 这是圣灵带领教会 主动向外邦人宣教的开始 我们看到没有 真的是花开两朵各表一字啊 圣灵一边在彼得和戈尼流那里做工作 一边呢 也让其他使徒做同样的工作 圣灵的工作 他都是互相有印证的 他不会让某一个人 掌握话语的绝对解释权 因为最终的解释权 永远在上帝那里 而且呢 向外邦人传讲的信息 和向犹太人传讲的信息 他有一点点的不同 他向犹太人讲的是什么 他传的信息是 耶稣是基督 在第五章里面 我们看到他们非常强调这一点 但是在向希腊人传的时候 他们传的是什么 传的是主耶稣 也就是说耶稣是主 希腊人对基督这个词 他是没有啥概念的 但是对主这个词 他们很熟悉 他们敬拜的那些假神 他们是叫主的 那个宗教多元化的城市 他们给自己整了很多的主 什么管农业的主 管天气的主 管医病的主 总有一款适合你 但是基督徒传的是什么 传的是耶稣是主 只有他才是救赎主 其他全是瞎拜 当他们在传讲主耶稣的时候 主就与他们同在 圣灵是通过圣道 在人的心中生发信心 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信而归主这个词很有意思 信你是先信 然后才能归向主 当耶鲁撒冷教会的使徒 和犹太门徒还在讨论 是不是要接纳外邦人的时候 圣灵在此借着无名的门徒 开始亲自向外邦人传教 说明安提亚教会 不是某一个人来建立的 甚至不是保罗建立的 它是圣灵亲自建立的 正因为安提亚教会 是圣灵亲自的工作 所以它也创建了很多个第一 它是第一个向外邦人宣教的教会 这也是第一个在使徒之外 有先知和教师的教会 也是第一个门徒被称为基督徒的教会 这也是第一个向外邦派遣宣教士的教会 保罗和巴拿巴就是他们拆遣出去的 这也是第一个主张不用行割礼 不用守律法就能够得救的教会 这也是第一个主动捐款 帮助其他教会的教会 这些事情传回到耶鲁撒冷 结合彼得的经历 教会就很敏锐地捕捉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去查看 一路走到安提阿为止 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 一般都是双方面的 一面在彼得那里工作 一边在哥尼流那里工作 这里呢 他一边在耶鲁撒冷那里引发讨论 一边在教会里向外邦人做宣教的工作 所以他再一次向我们证明 神的道不被人的理性捆绑 恰恰相反 人的理性要顺服圣灵的带领 要不断地去修正自己的想法 使我们的固有的观念 不成为福音的拦阻 巴拿巴到了那里 看到神所赐的恩旧欢喜 劝勉众人立定心智 恒久靠主 他没有跑到那里 催他们去行歌礼 去遵守律法 而是劝勉众人立定心智 可见巴拿巴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牧者 他能够看到神的工作 而不是固守自己的观念 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会议决议 应该已经有了 巴拿巴被打发出去 是用一个门徒的眼光 去印证圣灵的工作 他说巴拿巴是个好人 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 于是有许多人都归服了主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外邦人信主的大门 被圣灵彻底地打开 圣灵没有停留在这里 他继续向前走 使徒行传记载到这里 我们看到罗马帝国的商贸中心 安提亚 在这个多元文化的中心 被圣灵强行插入了一个外挂 将神的教会设立在这里 打开了向外邦人宣教的大门 圣灵不仅仅兴起教会 圣灵绝对不会让他的教会缺少童工 于是圣灵就把自己藏在 大树的一个瓦器拿出来用上了 这个时候保罗在他的家乡大树 正在闷头学习 也在向犹太人和外邦人传道 已经有十年了 可能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 保罗真正领会了福音的奥秘 所以他在以福所书 第三章里面说 神赐恩给我 将关切你们的职份托付我 用启示 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 耶稣基督里 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 同为一体 同门应许 扫罗被巴拿巴带到安提亚以后 他首先是做巴拿巴的助手 有差不多大概一年的时间 在圣经的记录当中 这是保罗在一个教会里面 事奉时间相对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后来他就一直在行走 行走在路上 在各处建立教会 从这个时候 门徒被称为基督徒 这是从安提亚开始的 在此之前 犹太教和基督教是很难分辨的 虽然有外邦人姓主 但是都是先进犹太教这个大门 然后再接受基督的福音 现在开始不用了 外邦人不用先进犹太教 就可以直接进入福音的大门 因此呢 他们就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 基督徒 他们是跟随基督的 不是跟随律法的 周围的人终于明白 应该怎么区分他们了 他们和犹太人之间的差异性 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 基督徒 就是跟随基督的人 由此可见 圣灵的工作 他不是花开两朵 是三朵四朵 圣灵在保罗这里 他也在做工 将福音的奥秘告诉他 外邦人也在基督耶稣里 借着福音同为后世同一体 保罗呢 就是这个福音的执事 他是奋召做外邦人的使徒 圣灵一边感动巴拿巴来寻找保罗 一边也很清楚地向保罗 表明神给他的职份 这也说明我们内心的感动 是需要有教会的呼召做印证的 否则你不能分辨这个感动 是出于神还是出于你自己 我们明白圣灵的工作方式 我们就能够明白神为什么要我们进入有形的教会 因为神的救恩的工作是通过教会传讲的 是通过教会来炼进我们 提升我们 改变我们 装备我们 然后呢 裁派我们 神是不可见的 通过可见的教会的权柄 我们看到那一位在历史中掌权的神 所以我们要学习教会历史 教会历史中我们最能够看到神的护理 他是最清晰 也是最系统 圣灵的工作呢 不仅仅限于简单的在耶鲁撒冷开个会 在安提亚兴起外邦人的教会 他还要用先知的预言来确立安提亚这个新信教会的权柄 于是呢 有几位先知从耶鲁撒冷下到安提亚 有一个先知叫雅加布 站起来 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 这事到格劳丢年间果然有了 熟悉旧约的犹太人知道 分辨真假先知的方法 就是看他们的预言有没有应验 而先知到了安提亚 借着圣灵说的预言被应验了 说明这个教会是有圣灵的 是圣灵亲自在带领的 先知说预言的时间 可能是在祖后的39年到41年 饥荒发生的时间 可能是在祖后的46年 也就是预言之后的3到5年 这个先知后来还讲过另外一个预言 在使徒行传的第21章 讲到保罗上耶鲁撒冷会被抓起来 这个也应验了 他的两次预言都和使徒保罗有关 第一次预言有大饥荒 结果保罗被拆遣去耶鲁撒冷送钱 第二次预言也没拦住保罗上耶鲁撒冷去送死 但是圣灵保守保罗 在福音没有传进罗马之前 保罗是不会死的 罗马皇帝格劳丢在位的时候 发生过好几起饥荒 其中耶鲁撒冷的饥荒 导致了很多人饿死 在犹太的历史学家 约瑟夫写的《犹太古史》中 他记载了 罗马帝国我们知道还有两大两长 一个在埃及 一个在小亚西亚 只要这两个地方粮食欠收 罗马的饥荒就很难避免 而耶鲁撒冷是非常容易受到饥荒的影响 因为这个城市它不是产粮基地 它是山上之城 它没有灌溉 所以它就不是产粮区 那安提阿就不一样了 我们刚刚讲过它的地理位置 它是商贸中心 靠的是转口贸易 是货运的中转站 商业繁荣的地方 生活水平也会相对的稳定一些 于是安提阿教会的门徒 就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 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 安提阿教会是没有反物公用的 而是有私有财产的 并且是按照自己的力量捐钱 它并没有强行的统一的捐款标准 它是要你捐得乐意 量力而行 这个都是神所喜悦的 耶鲁撒冷教会 反物公用的无私奉献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它已经产生了果子 这个时候借着饥荒 看到了圣灵给予的奖赏 正当耶鲁撒冷的犹太门徒 在为要不要接纳外邦人 叽叽歪歪犹豫不定的时候 圣灵借着饥荒 感动了千里之外的 安提阿教会的那些肢体 神用非常清晰的事实 告诉他们 在族里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 门徒最要紧的是彼此相爱 在基督里合一 而且借着先知预言的大饥荒 圣灵还要巴拿巴和扫罗 把捐款送到耶鲁撒冷 创造机会 让耶鲁撒冷的使徒们 更加深刻的去了解 基督对保罗宣告的福音使命 这是保罗信主之后 第二次上耶鲁撒冷 应该是在保罗信主之后的十四年 由此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圣灵带领教会的方式 是完全违反人性的 圣灵是让福音广传 但是他广传的方式是什么 是借着逼迫 圣灵让教会之间合一的方式是什么 是借着饥荒 圣经里面从来就没有什么成功神学 只有福音神学 只有圣灵神学 凡事都跟着圣灵走 任何的事情临到我 都有神的美意 不管我们能不能看见 在神的大计划中 绝对都是美善的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 是一个巨复杂的信息系统 并不能够将人简单的进行划分 不管你是按照阶级划分 还是按照智商划分 或者是按照肤色划分 它都是简单粗暴的 是不符合圣经的 工业革命之后 无神论兴起了 他们骄傲自大到一个程度 以为可以将人类社会 通过简单的分类进行管理 就能够控制人心 从而能够管理社会 但是他们忘记了圣经什么说 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要诡诈 任何法律 无论多么的复杂和精密 人都是能够赚到控制的 靠法律去控制人心 是不可能的 靠武器也不能 毕竟武器也是人操作的嘛 对吧 所以一个社会要运行 从表面上看 它是死于人的思想 忠于人的行为 主体部分它还是靠人 就像今天我们学习的经文 彼得要被耶鲁撒冷的会众来质问 但是在外邦的教会 几乎和彼得同时向外邦人传了福音 后来又经过巴纳巴 对他们进行神学上的坚定和鼓励 还把外邦人的使徒保罗 从学术中心大树 带到了这个商贸中心安提亚 我们从这些历史事件中看到的 不能再说是神迹 而是神的护理 我们已经从旧约圣经里面 看到神启示的过程 神说要有光 对吧 说明了神启示的计划 是在圣经开始的时候就有的 然后呢 神创造 在被造物的历史中 慢慢完成了他的救赎计划 但是整个过程中 神如何护理这个过程 是很多人忽略的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除了彼得和戈尼流看到的异象之外 其他的人全部都是按照自己的经历 和他们的知识框架在做事情 但是却成就了神的功 这就是神的护理 我们今天借着这个事件来认识一下神的护理 认识神的护理对我们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护理 我们就很容易将预定论解读成庶民论 很多人就会这么想 哎呀既然神已经预定了一切 那我干嘛还要努力呢 我直接躺平不就行了吗 那你多做多错对不对 我不做才能不犯错 这种理论也是反对预定论的人 经常拿出来反驳我们的 他们经常说 既然神不可抗拒的永恒的预止 已经确立了每一件事情即将会发生 那我们还需要祷告吗 还需要传福音吗 这个是我们很难回答的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来认识神的护理 在认识神的护理之前 我们需要先明白两个概念 神的预止和神的命令 神的预止是指神永恒的旨意 神创造这个世界的目的 他创造这个世界之前 他永恒的旨意是他已经预定了一切 因为这个是在日光之上的事情 是超越我们的理解的 我在讲预定论的这一集里面曾经讲过 这个就好比是一个建筑师 他在造房子之前 他的图纸啊预算啊造价啊 他都已经有计划了 当然了我们的神不是建筑师啊 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的 在他不存在什么预算绝算啊 在他预算就是结算啊 否则他就不是全知全能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人自己在做事情之前 都有一个计划 我们不相信全知全能的神 他居然对整个创造的世界 和他永恒的救赎之间 他不存在计划 但是呢 神隐秘的旨意 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我们人是在日光之下的 神没有向我们启示的内容 我们就真的不知道 你怎么猜都猜不到 在《异定论》那一集里面 我们已经探讨过这一方面的内容啊 要正确的认识神的护理 我们就必须要分清 日光之上和日光之下的区别 我们要牢牢的记住 我们是在日光之下的 我们对神的护理的认识 是从日光之下展开的 神的护理是通过 他显明的旨意告诉我们的 他显明的旨意就是他的命令 所以我们要在日光之下 去需要去遵循神的命令 我们只要按照他的命令去生活 我们就是走在神的心意中 但是圣经里面 神永恒的预止 他虽然没有向我们启示 全部的内容 但是圣经很明确的表明 神永恒的预止 他是有终极目的的 这个终极目的是为了他的荣耀 关于神永恒的旨意 我们来念一下这一段经文 是以佛所述的第一章 从第三节开始到第十四节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 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先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 就按照自己一直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 得儿子的名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接下去他说 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 得门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这恩典是神用筑班智慧聪明 匆匆足足赏给我们的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要照所安排的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积业 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 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叫他的荣耀 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 可以得着称赞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业的凭据 只等到神之名被赎 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这段经文我们如果仔细看 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讲我们的父神 他在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 我们的救恩在创世之前 就已经被圣父设计好了 目的是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这个目的不是为了我们 而是为了神的荣耀 如果我们是在父神创造世界之前 就已经预定好得着救恩了 那就等于说在时间出现之前 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被赐予了救恩 这句话我们通常不能理解 我们怎么会在时间出现之前 就被预定了呢 那我们就回到创造之初 看看神是怎么说的 这一句话绝对不是保罗 凭着自己的血气瞎说的 圣经都是前后呼应的 神创造世界的时候 他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 到了第七日 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 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 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 因为在这日 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 说明神创造万物只花了六天 第七天是安息日 而在马太福音里面呢 告诉我们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也就是说第七天是指向耶稣基督所的 但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这个新造的人是神造的 以弗所述第二章说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我们刚才还说 神创造世界只花了六天 那我们这些新人是什么时候造的呢 他说得很清楚啊 一次性造完以后他后面不再有创造了 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被造 那就只能是在永恒中与父同在的时候 在耶稣基督里被造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时间之前就被父拣选 并且被赋予了救恩 目的是使父神的荣耀得造成在 我们现在知道为什么赞美是这么重要了 这是我们被造的目的 我们的好行为也同样很重要 因为我们的好行为可以使别人看到我们 就是荣耀归于神 所以预定论是不会让我们现代的 而是让我们更加有动力 刚才那一段呢 是关于圣父在创世之前就制定的救赎计划 并且使圣父的荣耀得着称赞 然后接下去这一句呢 是关于恩典的实施啊 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面赐给我们的 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门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这就说明救恩是恩典 不是你努力也不是你的修行 为什么 因为他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了呀 在时间之前你能干啥 对吧 你连一个小细胞都不是 你啥也干不了啊 所以呢 这是神按照他预定的美意和他的智慧 充充足足赏赐给我们的 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在时间满足的时候 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与异 有人呢就把这一句话理解成 天上地下一切人所有人都要得救啊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他这里说的日清满足在基督里同归与异 他是指审判 所有的人都要在他的面前接受审判 天地都要废去 都要被基督更新 人的灵魂要接受审判 而我们作为得救者 我们是在他里面得着了基业 就说明什么 说明有人没有得着基业啊 而这样做的目的呢 是叫他的荣耀得着我们的称赞 这里是指圣子 是指耶稣基督因为救赎的完成而得着称赞 这样呢 我们人类的历史就闭合了啊 在创世之前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被神拣选 然后呢 通过神创历史的展开 我们在过程中实现救赎 并且在末日审判的时候 我们再回到基督的身体里 在基督里面得着基业 由此我们看啊 人类的历史只是实现这个救赎之功的过程 基督在创世之初 基督在末日审判 所以他说他是Alpha 他是Omega 他是起初的 他是末了的 在这个历史过程中 我们自己能够感受到的 其实就是中间这一段 创造世界之前的事 我们是通过神的启示得知的 他告诉我们 在创世之前 我们就已经被拣选了 在末日之后 我们回到基督里 这一点呢 我们是要靠着信心来领受的 而在历史过程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 我们可以去学习 去观察 去领受 接下去呢 就是我们如何在历史中 看到神的道 那就是通过圣灵 接下去保罗说 你们既听见了真理的道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了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就是智 就是押金 等到末日的时候 我们凭着圣灵的印记 被救赎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他的荣耀得着成赞 这是第三遍 这是圣灵的荣耀得着成赞 三位一体的神 启示很清晰 圣父 圣子 圣灵 同得成赞 他们的荣耀是同等的 而圣灵呢 就是实施护理之功的上帝 通过耶稣基督所差遣来的 耶稣说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 说我不去 他就不来 对吧 所以耶稣只有生上天 保会失 才会吃下来 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基督只有带着完全的人性 复活升天 救赎的工程 才算完成 那救赎的工程被他完成了 圣灵就可以来将救恩 实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如果没有完成救赎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生上天 没有余父同在 他的救赎工程做了一半 那圣灵来干什么 他来打酱油吗 对吧 所以呢 我们理解了圣灵的工作 我们才能够明白 耶稣说的这句话的意思 其实圣灵一直在工作 他参与创造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对不对 他也参与救赎 耶稣受洗的时候 圣灵降临在他身上 在旧约里面 神的灵感动了很多的先知 圣灵的工作是隐秘的 而圣灵最重要的工作是 实施救恩 实施救恩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我 而是为了神的荣耀 很多人不理解 来问我 什么是神的荣耀 我们神的荣耀只能通过 圣经的解释去领会 我们并不能够靠人的理性去认识 但是如果神救我 不是为了我 那我就不能理解 那么这个本质上 它还是人本主义的信仰 一切都是围绕我 对吧 所以神救我 就说明我很特殊 我很美好 值得神拯救 这是人本主义的信仰 神并没有解释 什么是他的荣耀 我们只需要理解 我们被救赎 只是神荣耀计划的一部分 这个世界不是以我为中心的 是以神为中心的 我们理解到这一层就够了 我们千万不要再在这个救恩上面 加一个人本主义的盖子 以为我有多么的好 值得他的救赎 其实按照我们的本相看 没有一个人配得基督的救赎 既然神 他的救赎历史的最终目的 并不是为了我 而是为了神的荣耀得着称赞 那我们就能够理解 神的护理之功 神的护理之功 就不单单是为了我自己 而是为了神的大计划 那我们个人的生活 就是为了这个救赎计划的实施 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正确的去看待 我们生命中出现的各种状况 约瑟为了实现神的计划 他就会被他的兄弟出卖啊 他很正确的看到这件事情 他从这件事情上看到了神的护理 所以他说神的意思是好的 雅各作为神拣选的人 他77岁了还要背井离乡 被他舅舅骗了20年 娶个老婆呢 还要白打工14年 他的奇葩岳父兼舅舅 还十次改了他的工价 苛扣工资啊 真的是只差百干活了 他当然也不甘心啊 他和神摔跤 神轻轻地摸了他一把 他就瘸腿了 但是圣经里面却说 他赢了 我没看出他赢在哪里啊 但是我觉得 他赢得了神的恩典 他抓了一辈子都没有抓到的恩典 神白白地给了他 如果你是一个外邦人 你看圣经看到这里 你就能看出作为神的选民 他们的日子好不好过啊 一点也不好过对不对 更不要说约伯了 我们都不敢让他们翻到约伯纪啊 传福音呢 都是让人先看新约 实在要看旧约呢 那就看传道书吧 现在很多人传福音都是这么传的 说实话就算是从新约开始读啊 你读到一个被钉十字架的木匠 你要说服我说相信他是神 那没有圣灵的光照是不可能的啊 但是这一切都是为了神救恩计划能够完成 我们把自己个人的命运 要放在这个大框架下去解读 我们就能够明白 神的护理之工 不是要保守我事业发达 人才两万 而是保证我们的救恩 不仅仅是我自己的 还要在神的大历史中成全别人的 我们都是这个救恩计划当中的一份子 这样的话呢 救赎历史就充满了张力 我们看整本圣经呢 也会少很多疑惑 比如说法老 为什么是神由着他刚映呢 大卫数典名书的时候 为什么在某一处的经文说 是神挤动大卫 另外一处呢 又说是撒旦干的呢 对吧 那波斯王居鲁士 作为一个异教徒 他怎么会是神的仆人呢 巴比伦这么邪恶 尼布贾尼萨 那居然也是神拣选的 用来修理他那群不听话的 悖逆的选民 如果我们明白神永恒的欲指 是为了他自己的计划得以实施 并且使他自己得荣耀 那么我们这种问题就会少很多啊 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个结论中 得出三个原则 神的护理从他创造之后就开始了 这是他的第一个原则啊 就是种子发芽 万物生长 都是按照神创造的规律 这是神的护理 任何人或者任何事 他的开始 存留 都取决于神 生命不是偶然的 而是神的计划 那么基于这个原则 你会投票给安乐死吗 我前两天还在听我们教会的姐妹在讨论啊 说他们很期待安乐死 甚至是支持安乐死啊 这就是不明白神对生命的主权 第二个原则呢 就是神对过程的掌控 任何人或者任何事的发展过程 行动和他们之间的互动 都是取决于神 我这一生 能够经历什么事情 和谁有仇 与谁有恩 我如何面对 这都是神计划的一部分 没有什么对神来说 是出乎意料的 我今天吃了一个过期的酸奶 拉了肚子 结果神说 哎呀坏了 我没想到这小子这么不经兆 我赶紧医治他一下 给他看个小神迹 其实不是这样的 你吃了坏东西 你就得拉肚子 这是神的生物法则决定的 我去吃点药就会好 这也是神的生物法则 或者是化学法则决定的 我们可以在疾病中祷告神 求神保守我们 用及时的医治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来回应神的护理 而不是跳过神社里的生物法则 和社会法则 去单单的求神祭 神在我们的社会中 已经设立了医生 但是你偏偏不去医院 这个就是没有正确的认识 神的护理 第三个原则呢 就是神决定事情的结果 任何人任何事 不仅仅他的起因 他的发展方向 是神决定的 就连最终的结果 也是神的旨意 基督被定十字架 是神在旧约里就预言的 你不能说虽然犹大这个混蛋 出卖了基督 以犹太公会这么坏 把基督处死了 但是毕竟救恩死像一样 所以犹大和犹太公会 应该是干了一件好事啊 对吧 你肯定听到过这种说法啊 我们如果了解神的护理 我们就知道事情不能这么理解 干坏事是出于人的恶 而事情的结果 是因为神的善 我们在讲三恶二元的时候 就已经详细的分析过了啊 恶不具备和善同等的地位 相反啊 恶是被神掌控的 神利用了人性的恶 利用了魔鬼的恶 来为他的救赎计划服务 所以我们看到撒旦 在约伯纪里面 他也是听神的命令的啊 特别是在猎王纪里 神还问 哎呀 你们谁去勾引雅哈王 上激烈的拉摩 去阵亡呢 有一个神灵就接招了啊 那个后面的经文说 这是谎言的灵 谎言的灵是谁啊 谎言的灵就是撒旦嘛 对吧 他是撒谎之人的父 说明撒旦是神可以掌控的力量 而不是和神同等的力量 了解了神的护理之功 对我们的信仰生活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明白神创造万有 并且万有对神的救赎计划是有用的 所以我们要敬畏神 尊重神创造的大自然 神创造的一切资源 我们都要省着用啊 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很多设施 是很成就的 只要能用啊 他就能修修补补接着用 纽约地铁都一百多年了 那看起来好像准备再用一百年了 只要能用他就不能糟蹋 钱是可以用在有意义的地方 可以用来改变人的灵魂 那中国人就不能理解嘛 觉得哎呀这么破 还不如我们大上海啊 我有一个朋友辛辛苦苦移民到加拿大 结果在多伦多当趟住了两个月 就跑回上海了啊 他觉得地铁太差了 如果我们认识了神的护理 知道生命的创造都是从神而来的 那么你对堕胎的政策会采取什么立场呢 对安乐死呢 甚至对那些和你意见不同的人呢 你就不会把他们当成敌人了 对吧 就算他们再奇葩 只要他们出现在你的历史中 他们对你就是有益的 怎么个有益法呢 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知道神在统管一切 而神明确的告诉我们 这些对我们是有益的 是神在使用他们 可能是在磨我们 也有可能是用我们在磨他们 反正互相磨啊 最后磨成啥样 我们不知道 但是神知道 我们认识神的护理 知道他掌管整个过程 就没有任何困难能够达到我们 就像我们跟着GPS走嘛 经过一片黑森林 你怕的不行不行了 但是你知道 只要顺着这个方向走 你就一定会到家 关键的关键是 你得知道神的心意 神赐给我们的命令 就是我们的GPS 圣灵引导我们去遵守神的命令 使我们成为神 救赎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连神的心意都不知道 圣经都不看 用自己的理解方式来代替神的心意 我们也不遵守神的命令 神说不能杀人 但是我就喜欢革命 打着解放全人类的旗号 那你就不能说你自己是一个基督徒 基督徒是不主动挑起战争的 我们只能被动的保护自己 我们作为被神救赎的人 是在基督的复活里面有份 你都复活了 你还紧紧抓住今生干什么 所以我们不能活得像那些 只在今生有指望的人 你追求成功神学 追求今生的荣华富贵 你就算有一切 你没有生命你还是完蛋嘛 对吧 既然我们都已经归入复活的基督了 那你就要活出那个样子来啊 这个就是哈巴古书里面说的 无花果树不发旺 葡萄树不结果 哪怕圈中绝了羊 盆中没有牛 你还信不信上帝 我们依然赞美他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在神的护理之功里面 进行我们的信仰生活呢 神赐下了他的最佳途径 就是遵守神的命令 神的命令是神显明的旨意 神说过了嘛 隐秘的旨意是属于耶和华神的 显明的旨意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 隐秘的旨意我们不能猜测啊 我们如果猜测神隐秘的旨意 那是很容易出异端的 但是显明的旨意 神是明确告诉我们的 比如说实践 比如说神借着圣经很多事件 告诉我们要遵守的原则 特别是新约啊 比如今天圣灵借着外邦人 接受圣灵 告诉我们神的心意 这个原则呢 就完全更新了旧约的选民守则 人如果没有圣灵直接的干预 是不可能知道的 所以圣灵直接参与了这个原则的更新 这就说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啊 就是神的救赎 他不是机械式的 而是有机的 是和他的被造物有互动的 怎么个互动呢 通过神的命令 和我们对神命令的回应 在新约里 神的命令更加具体啊 若是到我们 如何实践我们的信仰 神说什么 神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人必被定罪 那信的人需要不需要受洗呢 神的普遍原则就是要 信就需要受洗 来表明和宣告我们的信仰 在西伯来书里面 神命令我们不要停止聚会 向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说明什么 说明在初代教会 就已经有人停止聚会了 就开始在家修行了 对吧 自以为是的这些信徒 其实哪个时代都有啊 并不是我们现在 有很多自由主义的信徒 其实初代教会 这些人也不少 否则这些经文 是不会留在圣经里的 而且神言命令 我们要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这都是神非常明确的命令 从这些清晰的命令中看 神的救赎工作 它不是机械的 而是互动的 不仅和神之间有互动 我们还要在信徒之间有互动 那为什么需要互动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神就是爱 神有绝对的主权 掌控一切 但是他却没有把亚当 造成一个机器人 他没有拿掉亚当的自主性 为什么 因为爱 机器人他不能感受到爱 如果神把亚当造成一个 没有灵魂 没有自由的机器人 那后面的故事就不需要展开了 亚当永远不会犯罪 也永远不能够感受到神的爱 亚当他就成为一棵树 按时生长 按时凋零 你喜欢过这样的生活吗 神用他最高的主权 创造了能够感受到 他永恒之爱的人类 这就一定使他的爱 和我们产生互动 否则就不需要这么累了 对不对 直接把亚当设置成机器人就得了 我们能够和神在互动中 感受到他的爱 在和人的互动中去操练爱 这就是神的命令的总纲 就是尽心尽力尽意爱神 并且爱人如己 你如果不聚会 你怎么去操练爱呢 对吧 你如果不祷告 你怎么去领会神的爱呢 神的护理 在他的背照界 是有不同层面的互动的 对待没有意志的自然界 它是通过他创造的规则 对待有意志的人类呢 他和人类的互动就生动得多 今天我们看到 圣灵是直接干预的 这是神对救赎工作的参与和干涉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使用人的第二因 比如说人的行为 来达成他的旨意 比如说犹太公会开始逼迫了 门徒就跑到安提亚 门徒不仅跑了 还向外邦人传福音 从人的层面上看 这是人的主观行为 但是从神的第一因上看 神知道一切 所以这是神计划的一部分 这是圣灵隐秘的带领 他用的是人的第二因 是用人的行为 这个方式显现出来的 而这两者的互动 成就了将福音传给外邦人 这个历史性的壮举 而身处这个事件的核心人物 不管是彼得还是巴拿巴 甚至是扫罗 都不可能明白这个事件 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意义 扫罗可能顶多就觉得 终于被耶路撒冷教会接受了 我好开始去工作了 好像有编制了 对吧 他绝对不会想到 后来会有这么多人 举着他的名字去行骗 也不会想到全世界会因着他的传教 而被神改变 神为了实施他的救赎之功 他还可以使用他的主权 去超越自然规律来做事情 比如说耶稣就把水变成酒啊 他就可以行走在水面上啊 这个就违反了重力原则 对吧 他还可以医病赶鬼 在旧约里 神还让日头停在空中 就是为了让约束亚能够赢 神超越的主权 无处不在 不仅仅在自然界 就是在人心中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圣徒会感受到 神强烈的护照 要他去做宣教 或者全职的服事 作为信徒 我们开始和神的互动 是从我们领受圣灵赐给我们的信心开始的 我们得到信心作为救恩的礼物 我们就要用信心来回应神 我们要信基督 我们从神那里就领受了圣灵的印记 圣灵开始带领我们的信仰生活 主宰我们的生命 信仰的第一步 你就是要认识神 你怎么认识神呢 你就是通过学习圣经 通过学习神的话语 了解神做事的原则 了解神向我们启示的那一部分 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基督 认识我们的救主 你这样才可能开始跟随他 否则你跟的到底是谁呢 对吧 神在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和他互动的方式 是祷告 我们往往是通过祷告 有没有被神应允 来判断我们的祷告 有没有被神垂听 事实上 我们只要按照神的心意 祷告 神是一定垂听的 只是结果 我未必能够看见 原因有很多啊 可能是因为这个结果 在神的计划里面 超越了我所处的时代 所以在我有生之年 我可能不一定能看见 但是神是超越时间的 其实我们也是超越时间的 在希伯来书里面说 那些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已经在永生中 他们已经超越了时间 那既然我们的生命 也是超越时间的 我们的信心就告诉我们 我们的祷告 神是垂听的 并且呢 也一定是有果效的 在旧约但一理书里面 记载这么一个细节啊 说他一祷告 天使就出发了 对吧 只是被波斯的魔君阻挡了 说明我们的祷告和天使 和灵界 也是有关联的 就这一点点小小的看见 就足以使我们 对祷告有足够多的热情 我们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都在灵界 会产生作用 会有力量 能够成为神拯救计划的一部分 我们通过祷告来操练 领会神的心意 按照神的心意祷告 不再求自己的益处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 哪些对我们是有益的 所以我们求神的旨意成就 因为神的旨意 对我 才必定是有益的 对吧 这个才是肯定的 所以基督说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 他的义 其他的神都会加给我们 我们的益处 是和神的救赎计划相关的 并且呢 是神凭着他自己的旨意 赐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的属灵生活 不要太麻木 也不要太理性 把神秘的部分全然否定 因为神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 我们未知的部分 是超出我们的想象 我们不能理解的那一部分 我们要靠着信心 靠着圣经启示 给我们的话去领受 但是你如果说 哎呀我就是要躺平 我就是啥也不想干 我就是绝对的相信预定论 如果神预定了我得永生 我怎么干都行 那么你这样说 你恰恰反过来证明 你是没有被预定 因为神预定的人 是不会这么说话 也不会这么做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里面还有一本书 叫雅各书 对吧 雅各书说 真信心一定会有好行为 可见啊 刚才我说的这种杠经啊 在初代教会就已经存在了 大家都想躺平 所以神感动雅各 写下这本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 告诉我们信心 它就是有真有假的 靠着它结出的果子 我们就可以分辨出来 假信心它就没有好行为 它就想躺平 真信心是积极和神去互动的 是求神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 是竭尽全力的 而不是对圣经的话 去断章取义的 为自己的懒惰服务 所以罗马书和雅各书 一点都不矛盾的 他们是信徒领受恩典之后的 两个阶段 因信称义是一个点 是我们领受救恩的那一刻 是一次性的事件 而雅各书和新约其他的很多的书信 包括保罗的书信里面 教导的那些内容 才是我们信仰生活的真实写照 我们需要拿出来对照一下 这是我们成圣的道路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去被人磨 我们也去磨别人 最后磨到我们都真真亮的 我们可以进入神的荣耀里 明白神护理的教义 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安慰 神掌管一切 我们就不可能失败 就算我个人的失败 也是神计划的一部分 从这个层面上说 我还是赢了 这个就像瘸腿的雅各那样 明明输得好惨 但是神说他赢了 没有神的允许 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发生 如果发生了 就一定对我有好处 那这可不就安慰人吗 对吧 只有这样正确的理解 护理的教义 我们才可能在一切的景况中 都怀着感恩的心去生活 如果你对环境有抱怨 对陷入低谷就想不开 那你感恩的心就没有了 而且全知全能的神 居然还听我的祷告 还愿意回应我的需求 并且在他全能的旨意中 去磨练我的品格 使我得益处 在这样的教义下 你才有祷告的动力 你才有前行的动力 神每时每刻都在关注你 那你还敢躺平吗 你当然不敢 对吧 明白神的护理 我们就能够明白 一切出现在我生活里的人 对我都是有益处的 就连我们的敌人也是 世界上的人分两类 一类是神的终极器皿 就是神要拯救的一类人 还有一种是神的过程器皿 就是神要使用的人 就是尼布贾尼萨 就是波士王古列 我们身边其实无外乎 就是这两类人 而我们的使命呢 是要像遇到的每一个人传福音 将神的爱告诉他们 至于他们听不听信不信 那都不是我能决定的 对吧 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思想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到爱人如己 做到爱你的仇敌 否则你怎么可能爱你的仇敌呢 对吧 但是你如果知道 神让他这么对你是有益的 你才会怀着感恩的心 去硬着头皮去扛下来 并且也不恨他 就像约瑟并不恨他的哥哥 明白神护理的教义 我们才会有永恒的盼望 就像保罗说的 向着标杆直跑 百米冲刺的运动员 看到终点线 他是不会降速的 而是全力冲刺 我们的人生也一样 越到后面越勇敢 我们连死都不怕 你还怕什么呢 对吧 能够正确认识神的护理 才能明白勇敢是从哪里来的 你才能够明白历史中的那些 殉道者的勇敢 就是因为圣灵赐给他们 深刻的看见 相信复活你才敢死啊 这个就像笨级那样 你相信脚上的那根绳子 不会断 你才敢跳 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描述中 看到圣灵的工作 是非常奇妙的 圣灵是多管齐下 来给使徒们进行 救赎观念的更新 圣灵是知道人有多顽梗的 我们要改变是多么多么的难 任何观念系统的改变 它都不是一瞬间完成的 必须在历史中 借着各种各样的事件 来慢慢的纠错 神让耶鲁撒冷的教会 开始争辩 然后带出彼得非常重要的见证 在圣经里面被记录了两次 然后被逼迫赶散的门徒 在安提亚教会 开始向外邦人传教 教会又派出巴拿巴去验证 巴拿巴验证鼓励之后 捎带着还把基督清典的使徒保罗 从大树带出来 这些还不够 还要用先知的预言 让安提亚教会和耶鲁撒冷教会 真正的去体会在基督里的合一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工程 可见神的计划是多么的完美和奇妙 而这个奇妙的工作呢 就是神的护理 宗教改革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圣灵不断的捶打他的信徒们 不断的借着具体的事件 不惜借着逼迫和战争 来修正已经严重偏离的神学 神的护理是一件非常庞大的工作 他就像一个巨大的齿轮组 就像一个机械的一个大钟 你如果光看分针秒针 他看起来好像转得很慢 对吧 一分钟才跳一下 但是在里面联动的齿轮 那是密密麻麻的多 小齿轮在这一分钟里面 他忙得不行不行了 每个齿轮每个环节都动用到了 但是呢 但是一分钟过去了 这分针才不动跳一下 对吧 所以啊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巨型齿轮中的一环 我们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人都被神用到 他最终的目的是使神拣选的人都得到造就 我们在讲教会历史的时候讲过 在宗教改革之前发生了很多事情 都是和宗教改革相关的 有些是直接的关联 有些是间接的关联 我们在这个事件中看到神的护理 是更加的复杂和具体 人类历史是越到最后越明显的 因为你可供观察的素材就越多 比如说像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东征是在宗教改革之前500年的事情了 那他和宗教改革有什么关系呢 那关系很大啊 因为正是因为他们的东征 就把希腊文的新约圣经和其他的神学书籍 从东方带到了西欧 这些大量的书籍呢 就是后来的经验哲学可以兴起 在大量的修道院里 在大量的大学里 都在研究这些经典 那研究多了嘛 人思想的火花就会产生对信仰的思考 如果没有十字军东征 那教皇也不会这么痴迷古罗马的艺术成员 文艺复兴那可是席卷了整个南欧啊 教皇为了追求艺术的方法来荣耀神 他就开始卖赎罪券 看见没有一环扣一环 没有一环是可以缺失的 对吧 这个赎罪券后来可是闯了大祸啊 十字军东征他打落了贵族 那贵族是制约王权的 对吧 那贵族打落了王权就强盛 那么国王强盛了 他甚至能够斗得过教皇了 他就导致了教权的衰弱 到了马丁路德的时代 教皇要看选帝侯的脸色了 他要在各种力量之间进行权衡 这就给宗教改革一个可以发展的机会 要不然那马丁路德是没有机会的 你刚刚一冒头 他就把你给灭了 而且神还预备了印刷术 没有印刷术 马丁路德的大字报 那是不可能迅速的席卷欧洲 去引起人的信仰思考 而且人在信仰思考 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要知道 那个时候欧洲肆虐已久的黑死病 神允许他发生 让人从残酷的事实中 去反思自己的信仰 在那个时代的人 他们遇到瘟疫 都反思自己是不是离开了神 或者说指责别人是不是离开了神 这个是希伯来传统 也是罗马天主教的传统 所以中世纪的人 是绝对不能让异端萌芽的 因为异端的存在 轻则自己倒霉 重则祸及国家 那个时候火烧异端 是全社会的共同认知 就像去年人人必须打疫苗一样 你保护异端 你就是要被视为同罪 就像打卡车 你要想为不打疫苗的人 去伸张正义 你就要被封银行账号 这个是全民共识 当然了 在大环境中 神还是预备了 每一个人的个体命运 马丁路德被雷劈了 这个就导致他进了修道院 亨利八世的祖先 刚刚结束了玫瑰战争 那玫瑰战争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国王没有男性聚成人 导致的这场战争 那这下亨利八世就坐不住了 对吧 他必须生一个男性聚成人 生不了怎么办 离婚 离不了怎么办 宗教改革 对吧 看起来好像都是和十字军东征有关 那十字军东征 他的原因是什么 他是为了解决东罗马 被穆斯林围困这个事情 对不对 那你再往前问呢 穆斯林兴起之前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你能够想到什么 想到创世纪里面 神对夏甲的后代的预言 对不对 那你再往前推呢 再往前推就是亚伯拉罕下埃及 结果出来的时候 带了个下甲 对不对 历史是可以一层一层向前推的 推到最前面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亚刚吃了那个果子啊 所以你不要看 我在屏幕上 只是简单的列了这几条 事实上相关的因素 千千万 条条大路都逼你去宗教改革 各种社会因素 环境因素 都是为宗教改革而服务的 抵抗的力量 反对的力量 甚至动用武力的力量 都无法撼动神的旨意 神的历史滚滚向前 而在这个过程中 每一个人的行为 都将接受神的审判 我们这里只是举了一个例子 而神的历史画卷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不可能全部明白的 这个信息量简直是巨大到 我们不能用任何方式去想象它 你就是量子计算机 也达不到这样的计算量级 神创造的世界 是一个具复复杂的信息综合体 只有神知晓一切 并且在他全能的旨意中 他护理着这一切 由此可见 历史是延续的 万事都相互效力 这句话真的不是一句空话 在历史中发生的每一个事件 它互相都是有关联的 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英美保守主义 它会非常审慎地看待问题 它宁可保守一些 它也不要割裂历史 因为非常激进地否定过去 就是给自己的未来再挖坑 而割裂历史呢 就是罪人最爱干的事情 讲到历史呢 可能对历史不熟悉的人 听起来会觉得比较抽象 或者他们也没有什么概念 那我们就再举一个 非常简单的例子 来说明神的护理 比如说汽车 汽车我们每天都要用 对吧 我们很熟悉了 那有谁知道汽车 是怎么发明的吗 你们不要马上Google上去找 去查找什么 汽车发展的历史 其实我们甩开Google 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一辆汽车它要跑起来 要几大因素 同时发展起来 它才可以的 比如说材料学 材料学它要有新的发展 比如说钢铁材料 比如说轮胎橡胶 对吧 而且呢 它还要解决动力的问题 你是蒸汽机还是内燃机 你解决了动力的问题以后呢 你还要解决 传动的方法 是机械类的 你怎么样将产生的动力 去驱动这四个轮子 然后你还要解决 电路的问题 你要如何用电路 去控制各个部件的运行 你还要有什么 蓄电池的发明 什么四冲层理论 什么流化橡胶轮胎 还要有相应发展的 那些什么炼油的技术 对吧 你汽油怎么提炼呢 还有许许多多组成部分 它构成了一台汽车 可以上路的因素 但是我们要知道 没有一个人 是这些全部领域的 全能的专家 而且在每一个领域里 最后成功的那个人 也不全部都是他的功劳 而且是经历了 前人无数的实验和创新 他只不过是 最后成功的 临门踢了一脚的那个人 而且就算在各个领域里面 都有人成功了 但是人和人之间的信息 它是不能够自由传递的呀 在那个时候 人和人之间 还没有网络媒体 网络平台 这么方便的一个 信息传递的媒介 它是需要有媒介 使这些信息的传递 和交流成为可能 而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 印刷术才刚刚开始 对吧 所以说你印刷术产生 还要有学术交流平台 学术交流中心 比如学校 还要有工程领域的交流 比如说工厂 对吧 在网络时代之前 一个想造汽车的人 恰巧能够在所有需要的领域里面 都能够获得正确的 即时的信息和材料 你觉得这个概率大吗 这个就好比我今天上班了 走到大门口 这个大门自动打开了 走过走牢 结果电梯停在那里 走到车站 公交车已经到了 进了公司大门 老板跟我说 你升职了 你觉得这一系列的可能性大不大 这就是第一概率事件 所以这些事情是不能细想的 你细想吧 真的是细思恐惧 这个里面牵扯到多少代人 多少的工作量 当我们看到汽车的时候 我们不能简单的就觉得 哎呀人好聪明啊 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背后 有无数低概率的事件 在神的护理下走到了一起 最终成就了这一项工作 只要有任何一项工作的进度 跟不上就不可能产生汽车 要不然的话 你想想看 达芬奇画了一个 用发条驱动的汽车设计图 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15世纪就出来了呀 那为什么要等到18世纪 才出现蒸汽驱动的那些汽车呢 中间这300年在干什么 这个300年就是在预备啊 就是在各种因素 各种材料工程 各种科技 各种工业的发展啊 慢慢慢慢的 在集聚所有的因素 所以连一个小小的汽车 都是万事相互效力的 更何况是神拯救人 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 是没有偶然的 只有神旨意的必然 理解了神的护理 我们就能够理解 希伯来书里面 说的那一句话 说常用他全能的命令 托主万有 我们这个世界是神托主的 我们人的心思意念 我们走这条成圣的道路 都是神托主的 这就是神的护顶 我们的神是满有怜悯的神 他怜悯我们不过是人 所以他的恩典 丰富而又宽广 是无比真实的 他用无限的怜悯救赎了我们 让我们在他的儿子中合而为一 成为他永恒世界中的一员 使他的荣耀得着存在 我们真心希望 更多被神拣选的人 能够快快地找到耶和华的家 回归到耶稣基督里 哪怕你现在正散落在天涯 我们把路德记里面 波阿斯对路德说的那一句话 送给大家 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 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神就是爱 所以我们要相爱 愿神的荣耀 得着我们永远的赞美 哈利路亚 我去买的赞美 我去买的赞美 我们要去买的赞美